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aray,大家好 在下直视Waterhood 胡慧聪 刚才的数字都不想再多说了 总而言之每天的数字都起起落落 有升有降 说回今天正是5月1日 今天开始 泰国没口好吃的日子开始了 所谓没口好吃的日子 由今天开始 泰国部分的散户 包括曼谷、巴提雅、清迈等等 就不可以堂食 所有餐厅只能外卖 我们来到Sentral World看看 因为这里任何类型的餐饮地带都有 以Devenna 来说 他们以往主要提供Afternoon Tea和糕点 这些Afternoon Tea和糕点外卖 没意思 是坐在这里聊聊天 吃一下才行 所以索性就关了它 这家很受欢迎的咖啡店 此时此刻都有开 但里面只是提供这个外卖 那会有人真的来买咖啡走呢? 其实是有的 眼见有些泰国人真的 走来买咖啡 或者站在这里喝 或者拿回去喝都可以 但看看他们的座椅 又如摆阵一样 没错了 所有人都不能够在这里坐 在这里喝 在这里吃 所以就为之没口好吃了 任何餐厅 不管你有没有名字也好 都不能够堂食 只能够外卖 又正如这一间英式茶店 主要都是喝Afternoon Tea 那你没理由叫个茶外卖 不要开玩笑 所以索性就不如关了它 好过了 等情况许可 先等大家来坐下喝杯茶 吃电包 又想留下来看看 Sancho Road 在这里出名的餐饮地带 够多 这一层全都是吃东西 你看看 真是摆阵 有部分的档口 索性就关了 有部分都依然保持外卖 整个Sancho Road之外 有很多很多间餐厅 而当中更加有两间人气之选 往往排队要排很久才有位 此时此刻 他们的情况究竟是怎样呢 这间寿司店开了没多久 在香港也有分店 之前曾经有人试过排几个钟头 才可以进去吃东西 此时此刻 咦 有人可以进去 莫非还可以坐在这里吃? 非呀非呀 原来是外卖 你吃这些回转寿司 是看着寿司在旁边转来串去 然后喜欢那碟拿那碟才过瘾 外卖回去都好吃 可能名牌效应吧 所以都依然有人喜欢来买 而且价钱便宜 所以都不乏捧场客 刚才进去的两名女士 说这么快出回来 就买了一些外卖寿司回去吃 此外这间宵美店 刚开的时候 也奇门如是要等很久才可以进入场 此时此刻也进行外卖 依然有不少捧场客 部份的餐厅更加有些特别的套餐 特别的套餐方便大家买回去慢慢吃 至于food court 的情况 food court 依然有开 不过又是不可以堂食 只能外卖 看到这里 前几天我都在说 为什么不一刀切呢 就是这么说 假如有个亲人在医院 你明知他快来不行了 但都插着氧气 你作为一个家属 你总希望能够有奇迹出现 还有有氧气 只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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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一刀切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同样地 譬如这些店铺 才算 我卖得一碗面 只有一碗面 但如果关了 就一碗面都卖不到 既然是这样 就继续开住 这间香港人很熟悉的after you 又看看里面的环境 这一间也是很受香港人欢迎的 专食咖喱炒蟹的健兴 但是 叫外卖 叫只蟹回家吃 又会好吃吗 反而影响不算太大 就是地下这些booth 这些booth 潑水之前已经有了 主要是提供外卖 就并非堂食 于是是不是都要外卖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都不算有太大的影响 虽然今次第三波的情况 比去年第一波更加严峻 但眼见起码商场都还开 所以街上 和商场之内 都还有不少的游人 但一定的 个个都一定戴口罩 你见一些店铺 都依然有人去光顾 都是那句 若然一刀切的话 大家就没得逛街街 一定困住在家 第二 对一些零售商号来说 就是一个仙都不会赚得到 现在开的话 都是那句 卖得一根筆 卖得一张纸 卖得一张纸 卖得多少就多少 不管你来买什么 以往根據我的習性 總會在商場拍攝後 找一間咖啡店坐下 喝咖啡 剪片 然後播放 播放 但此時此刻 唯有你在咖啡店裡沒有位置讓你坐 而且就算你站著喝 也有存在性的危險 既然是這樣 不如回家好過吧 這樣的情況真是 都不知道搞多久 沒緊要 忍一忍 正所謂八忍成金感都忍不到 當然要打獲金 唉 回家了